大家好,感谢点进这个影片 这里是二语席的笔记 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在日本的博士生 研究领域是第二语言席德 这个频道会发布一些关于第二语言席德的影片 会用第二语言席德领域的研究 来讲解一些对语言学习者有帮助的内容 尽量把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 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但是由于影片制作有时候需要读大量的论文和专业书 更新频率应该没有那么快 这是第一期 那就先讲一讲第二语言席德领域里的一些最基础的概念 第二语言席德领域的历史 以及第二语言席德领域的知识对语言学习者的帮助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大家是否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学了这么多词汇 也可以正确地使用很多相关的语法 却还是不能像那些谋语者一样呢 关于这一点 给大家十秒钟时间 先考虑一下什么是语言学习 什么又是语言席德 在第二语言席德这个领域需要区分一下这两个概念 语言学习指的是通过系统性的学习和正式的讲解 以此来获得语言知识 比如我们的母语是中文 然后在自己的地区学习英语 在这种情况下 英语则被归类为外语 而语言席德则是强调通过自然环境中的接触和交流的方式 获得语言知识 比如在我们小时候获得自己的母语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人会教我们这里该怎么怎么样 或者你这里错了什么的 我们却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自己的母语 属于潜意识的自然获得 而语言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呢 叫做显性知识 与之相反 语言席德所获得的知识叫隐性知识 关于这两者的区别 之后会做影片为大家讲解 在学习和希德这两者之间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 比如留学生或者那些从小就跟着父母去国外生活的孩子 比如在日本的留学生虽然属于外国人 通过正式的教育获得了一些语言知识 但也会在跟日本人交流的情况下 无意识获得日语知识 又或者那些跟着父母去国外生活的孩子 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母语 但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 语言输出 与当地人的交流 也会无意识地获取语言知识 也就衍生出了第二语言席德这个领域 第二语言席德 简称SLA 中文的简称叫二语席德 是一门最近才兴起的研究领域 兴到什么程度呢 用极端的说法来说 就是这个领域的很多有名的学者都还活着 这个领域呢 其实跟其他一些领域有交叉的地方 比如心理学 语言学 语言心理学 社会语言学等 比如文法和词汇的习得 文化的习得 产出语言的心理过程 人的记忆啊什么的 这些方面也都有相关的学者 由于是比较新且涉及面较广的领域 也有从其他研究领域借过来的一些理论 当然也有该领域本身的一些理论和假说 一些有名的理论和假说 会在之后的影片给大家讲解 而为什么会被叫做第二语言席德 而不是第二语言学习呢 那是因为第二语言席德领域的最终目标 就是通过大量的研究 探讨如何让大多数语言学习者 更有效地接近母语者水平的方法 个人感觉还是属于非常有意思的领域了 不过 想要整体性地了解第二语言席德这个领域 需要先看一下它的发展史 要讲第二语言席德领域的历史 则要先追溯到大概1950年代左右 当时的外语学习 身处在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环境当中 当时的理念则是 每个语言都完全不同 如果要掌握语言知识呢 就需要反射性的习惯养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你要掌握某一个词汇 就需要在母语和外语的情况下 分析它的不同 然后通过大量的模仿 大量的词汇置换 大量的死基因被等的方法 而当时的研究 则大多是比较学习者母语和外语的区别 也就是通过对照分析 来找出学习者为什么犯错 到了1960年代 在语言学领域里非常有名的学者 Chomsky 则提出了生成文法的理论 在语言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讨论 并一跃成为理论语言学的主流 风靡一世 Chomsky认为 生成文法中的性质 来自一种天生的 普世的语法 也就是所有语言里都相通的文法 随后他更是将注意倾向至 语言为何会产生形态 人为何会获得语言等 相对比较哲学性的问题 并讲述了非常著名的 语言获得装置的概念 这个概念简称LAD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这么一个装置 用来获得语言知识 而这些为什么会跟第二语言习得有关呢 原因在于 第二语言习得这个领域 是在这些被奠定的基础之上建立的 在1967年 第二语言教育相关的学者 Colder发布了一篇名叫 《学习者勿用的意义》的论文 这篇论文也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 第二语言习得领域诞生的开端 因为这篇论文阐述了 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产生的错误 是直接反映了学习者在产出语言时的心理过程 简而言之 只要朝着学习者的勿用方向研究的话 就有可能解开第二语言学习的一些谜团 由此便进入了勿用分析时代 在对照分析时代 学习者的错误都归咎于语言的差异 也就是母语和外语的区别 而勿用分析的结果表明 学习者的错误并不完全归咎于语言间的错误 也就是母语的影响 同时也有大量的语言内的错误 也就是外语内的错误 比如语言规则的过剩使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获取母语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些用词不对的情况 这种就是语言内的错误 由此也直接地证明了 学习语言时造成的错误 并不完全归咎于母语的影响 而是要分情况 不过随后 勿用分析也迎来了它的局限性 因为仅仅只是分析学习者的错误 并不能解决很多问题 相反的 还有大量的问题没有被解决 就比如 学习者会回避一些自己不擅长的语法或词汇的这个问题 大致就是 学习者会用自己觉得对的知识 而对于不太懂 或者不确定的知识 则不会去冒险使用 这就是第二语言席德里著名的回避现象 大家可以想一想 自己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由于勿用分析的局限性 研究方向从此就转向了中间语言分析 中间语言是Sylinger提出的用语 Sylinger认为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 学习的语言会慢慢地从母语接近第二语言 而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个叫中间语言的概念 比如最开始学习某个语言的时候 脑子里会先用母语将知识概念化 随后用第二种语言产出那个知识 而在母语和第二种语言之间的中间语言 是学习者自己创造出来的规则 这个规则跟自己的母语规则和第二种语言的规则都不同 而通过学习 学习者会慢慢地将这个自己创造出来的规则 修正至正确的规则 那讲了这么多 第二语言习得的知识到底对语言学习者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从1980年代开始至今 所有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课题 一、学习者脑中的中间语言系统呈现了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二、学习者的第二语言是如何一步一步发达的 三、又以哪些原因引起学习者的习得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建议语言学习者了解一下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知识 因为这些课题或者说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结果跟语言学习者细细相关 掌握一些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知识 或者知道一些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结果 可以让语言学习者更好地进行学习 从而更有效地获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知识 那么在最后 如果对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知识或者语言学习有兴趣的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之后会发布一些关于第二语言习得领域里有名的理论和假说 或者是有趣的研究和对语言学习有帮助的效果等的影片 另外欢迎大家留言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让我们下个影片再见